來繼續來看台北上山區的 饒河雅七團粹有水高檔 跟外籍遊客講盤 說這大水高檔 跟過去在蘇聯雅七騙觀光客 從初代五十幾的那一大 阿波水高檔是同一個老闆 因為在蘇聯雅七買不買下去 這裡的全所在 專告這個饒河雅七繼續來騙 饒河雅七其他的團衆是很難找 說都把他們的名聲打破了 不過台北市市長處來回應說 這兩大水高檔 根本不是同一個老闆 那一頂 不知道你怎麼賣 現在可以有發現 小北瓜大東走來到 台北要喝夜市的客車 因為大水開開 黑白發覺 不少遊客都會來到饒河夜市吃美食 可以看到這一邊的攤家的價格 其實都會明確的標出來 不過就民眾之前 來到這邊的水果攤商買水果 原本一包一百塊錢 不過老闆得知他是越南籍民眾之後 竟然變成四百塊 讓他相當無奈 這段過期大方要說 原本是在蘇聯雅七在百搭 就想在用各級的水果 來騙外國觀光客 還讓出台北五十次 很多次他們去整個 生理最不下去 才稍微稍微到療河夜市 會害到我們 以為說我們這邊的人都這樣 就會有陰影 他已經做壞那裡 然後再來做壞這裡 是不是很差勁 聽說明點嘛 飲料店 放這個漢堡店 實際來到 遼河夜市 很多檔案的介紹 都受到臉臉臉 這件團出 做生理 沒有落實的 過幾天 去拖累到白的店家 就怕他在整個 夜市 都有在擺攤 台灣市長處說 會來調查 跟目前新聞報道出來的這個 可能是跟四零也是同一 就是完全不是同一個對象 我們提出掉的 也是四零也是擺攤 如果說他真的有到 饒河 要看當地的知識 我一定不願意接納他 想要讓夜市的生理香 東西好吃 繼續學會 在當地道觀光客森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